大家好欢迎回来生人看房 我们现在位于南宿里 特别出名的一个区叫做Morgan Creek 那这里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首先呢 它整个的一个地理位置 在南宿里来说可以是说相当的好 它跟这个一个非常出名的球场 距离我现在的位置 大概两三分钟的开车车程 很近 整个的一个环境的非常的幽静 大家听一下 是不是感觉很好 周边的小区呢 也都是黄白参半 白人呢 咱们华人呢 就是属于一半一半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人文方面的一个平衡点 那么这边呢 离整个商圈呢 又很近 那整个南宿里呢 有两大商圈 一个呢 是160街和24街 还有一个呢 是152街和16街 开车过去 可能五分钟就可以到了 那整个白石的战桥呢 就更不用多说了 一路南下 十分钟去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那距离Richmond 其实也比较近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南宿里 北边一点的地方 你去Richmond 大概半个小时之内 你指哪就可以到哪 那么这个小区呢 我又格外的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小学呢 是Rosemary 可以说在南宿里呢 是排名前三 时不时呢 也是第一 因为大家也知道 小学它其实是经常 有一点变化 但是能维持长年 在前三呢 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了 那么这个附近的房子呢 大家能看到啊 基本上呢 都是一个6000尺左右的 一个土地面积 那我认为啊 6000尺左右的一个土地面积 其实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住体验 室内面积呢 大概呢 也是3700 8左右 大家想了 不管你是一家三口 四口 五口 六口 都可以住在这边 如果你实在觉得说 哎 房子太大 你地下还可以出租 哎 这就是一个6000尺土地的一个 呃 魅力所在吧 所以这个小区呢 不失都市的那种新潮思想 哎 又非常的具有城镇的这种 呃 比较惬意的生活 所以摩根克里克这个区呢 一直都受咱们华人的推崇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房子呢 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挂牌销售 所以呢 过来呢 给他打打气 给他加加油 顺便的让大家来欣赏一下 摩根克里克这边的房子 是什么感觉的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一边标配就是每家至少 又有一棵樱花树 那这个房子不光是有一棵 它前面有一棵 后边还有一棵 你看 当这个花插满树的时候呢 很漂亮 当花落下来落到地上的时候呢 你看到就像是一个粉红色的 呃 粉红色的毯子来迎接我们的到来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棒 每天你试想一下 你回到家车开进去花瓣 起舞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是不是一种非常惬意的生活 好话不多说 我们进去来看一看房子到底哪里 在一个这么有氛围的一个家庭感的小区里面 你的房子首先也要有家庭感 你看我们一进来之后 整墙呢 是比较这个浅色系的 所以进来之后呢 感觉还蛮好的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超高的挑高哈 让你整个房子的这个空间感呢 又很好 那然后这个楼梯呢 它是在一个比较中间的地方 所以无论你下楼的时候想去哪里 去哪里的位置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哎 这边一个也是有同样的挑高 有built in的speaker 然后呢 我们这边呢 是朝西边 所以你的阳光也会很好 你可以给孩子放这边 像卖家一样 在这边放一个三角钢琴哈 平时说来压压 给爸爸弹手曲子 哎 是不是很有意思哈 像煤气壁炉啊 这些啊 都是house的一个标配 但是大家要知道 在这么好的小区 其实做工呢 是一点都不马虎的 比如说我们一楼的全 全铺的都是石墨的地板 比如说你看 放餐边柜的这些地方 它的这些边角 都是做了这种圆形的一个处理 就是你不要看这个房子 是2000年的啊 但是你看 它整个的一个处理 在现在的房型里面 已经很难见到了 所以我最近也跟我很多客户说啊 买房啊 有的时候有一点年代感 它这质量反而会更好 毕竟啊 经历过这么多年的一个风雨 的这个洗礼啊 经历 所以说这房子好不好 才能看出来 是不是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呢 就可以一步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家庭厅 家庭厅呢 在我右手边 左边的就是厨房 家庭厅这边呢 其实也是蛮宽的 你可以在这边呢 放一个你最爱的电视 一个大的转角沙发 成为你整个家庭的一个核心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厨房 卖家哈 我觉得对房子还是非常的钟爱 也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不要看哈 房子要拿出来卖 但是这些冰箱 灶头 然后抽油烟机 洗碗机 还有马上要装的 全新的微波炉和烤箱 都是全新弄的 而且品牌非常的好 比如说 Cermado都是商业级别的 比Bosch高一个级别的品牌 上面的抽油烟机是Wolf的 大家都知道 Wolf也跟Sub Zero 都是顶级品牌 就是有的时候 你买一个房子 你真的要看卖家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有的卖家可能真的不经常住 但是对房子呢 依然保护的非常的好 所以很多事情还是要看人 那么走到了后边 其实是我最喜欢这个房子的地方 它的后院非常的大 而且很宽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其实是在钥匙扣的最边上 你不会像钥匙扣那边的房子 感觉很奇怪 但是你的后院 其实它的宽度比前院要宽很多 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度大 比较旺财 然后后边这边呢 它整个都做了这个deck 你就可以感受这种 比如说在这边野餐啊 平时跟朋友喝个酒啊 推杯换展一下啊 到了春夏的时候 最美的角落 应该是这个房子的这边 看这个樱花啊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想象不到 这个树有多美 你看看地上的这些樱花瓣 落在地上有多漂亮 你就知道它们时间倒流 它们停在树上的时候 就有多漂亮 然后它的后院呢 是朝东 每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东面的太阳升起 照亮你整个的一天生活 是不是特别的有诗意 有意义 好话不多说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 这个房子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一楼呢 也是有一个叫什么书房 那么一楼的这个书房呢 非常的大 你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房间来使用 那平时卖家呢 也会在这边经常工作呀 拍视频呢 你看非常大的一片 就是然后这边侧院 你看到的是你隔壁的邻居 那整个这个宽度呢 我估计也得有六米多了 也是蛮宽的一个一个感觉 墙呢也都是重新粉刷的 所以房子的各个地方呢 都能凸显出房主啊 对房子的爱护 你看这个 这是一个透明玻璃 所以这个书房呢 也会比较明亮 即使关了灯 关了门也会比较明亮 好我们上楼上看一看哈 好两层台阶上来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主卧 一个双开门 很霸气的这种感觉哈 进来之后 主卧就不用说了 超级的大 而且你看到的是自己的后院 这边呢看到的是树墙 这边呢就是看到了 我们春夏最美的一个角落 就是樱花角了 你可以看到花瓣啊 花起花落哈 感觉很不一样 非常的有诗意哈 请大家叫我诗人啊 我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诗人 我们来看一下主卧的洗手间啊 这个呢 洗手间在那会儿呢 我觉得才能彰显出一个主人的 生活品质是什么样的 你看这个浴室超级的大 我觉得在这放一个麻将桌 可以打麻将了 在浴室里打麻将 我就问你 温高哈下还有第二个人 敢这么想吗 这边呢是一个按摩浴缸 一个边角的两扇窗在这边 可以增强你的采光 双洗手池 这都是标配 淋浴间 这边呢还有一个walk in the closet 没错 它的closet呢是在浴室里面 所以你的房间理论上 只有一道门 这个就符合了在风水上 很多人都说嘛 这个房间里的门呢不宜太多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会不会像matrix一样 门一打开好像跑到了 这个另外一个地方 是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几个房间 大家能看到其他几个房间呢 是一二三三个房间 那每一个房间的颜色都不一样 这个就非常适合 不同的孩子住在里边 你看这个男孩啊 女孩啊 有个性的 等等吧 反正每个房间呢都是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的亮 我们拿这个来举例哈 蓝色 这个应该算是 这应该不算tiffany blue 这应该是天空蓝 还在这边queen size床 看一看自己西边 自己的前院 车道 还有门口的樱花 是不是很棒 其实南宿里呢 大部分呢都是有地下室的 那所以咱整个一个居住面积呢 是3800多尺 它的地下室呢 是一个全尺寸的地下室 这边呢有一个落地推拉门 然后你可以直接上去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啊 这个地板呢都是屋主全新换的 所以对于呃房子没有这么大需求的小伙伴呢 如果想要把这个地下一层呢 整个出租出去 你也可以完全直接出租 这边呢是一个客厅 当然了你也可以给它隔出第二个房间来 那这边呢是另外一个房间 呃也是很大的哈 天井呢也是比较宽 所以也是比较亮一点的哈 今天其实阴天 如果晴天的话呢 相信它整个的一个居住田呢 更好一些 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洗手间呢 然后咕噜房啊 就不给大家看了哈 这边呢还有一个隐藏的第三个房间在这里哈 potential的第三个房间哈 第三个房间在这边 你既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储藏室 或者是另外一个房间 然后你看像这种隔间哈 可能这个房子 你可以二十年的呃 这个这个杂物都可以放到里边 一点问题没有 是吧 全都是空间 要不说搬起家来呢 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了 小区也介绍完了 房子也看完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 Morgan Creek这个区域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如果大家仔细的 闻一闻 是不是闻出了心动的感觉了 那么像这样一套极具性价比 房间也超级大 房子总体的室内面积 也是很大的这种感觉 既可以自住 又有可以出租 贴补家用的这样的一个房型 是不是真的蛮合适的 你看看他后院的樱花 每一年看着樱花又起又落 让樱花陪着孩子们一起成长 是不是超级的赞呢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生生看房 如果大家对南宿里这样的房子感兴趣 欢迎大家随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拜拜